大家好,非常高兴大家在这里见面 我是阿里云的培训讲师,我的名字叫安宁 今天我们这个课程是关于阿里云产品的整体的一个概要介绍 我们会在这个课程里分四部分给大家去讲起的了解一下阿里云的产品情况 第一部分我们会了解一下阿里云以及阿里云的培训认证的体系的一个简介 第二部分我们会介绍一下阿里云的产品和技术的一个概况 然后第三部分我们会去介绍阿里云最基础的一个应用架构 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四大件 最后一部分我们会介绍一下阿里云的安全体系 那么下面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阿里云以及它的培训体系的一个介绍 进入这一部分我们先看一下阿里云是在什么时间诞生的 阿里云是09年的9月10号成立的 那么它现在在杭州、北京和硅谷都设有自己的研发机构 在阿里云有80%以上的同事 都是从事着技术类的工作 每年阿里云现在也申请数百件以上的专利 所以它算是一个科技公司 那么阿里云的愿景是什么呢 就是说从阿里云创始的那一天起 其实它就为一个目标在努力 就是构建下一代的新型经济的基础设施 什么叫新型经济的基础设施呢 我们也知道云计算大数据 其实它是向公众提供服务 提供计算服务的这样一个服务类型 那么阿里云的目标也就是不断地将我们的计算能力 和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计算的 大规模情况下的这种计算的经济效益不断地降低 并且提供更有效的这种计算能力给到我们的客户 那么也就是说真正地将计算和存储这些能力 变成类似于水电煤这样的一种能力提供给我们的客户 那么将来因为有了阿里云这样的企业的存在 我们的客户会感受到 我使用电使用水这样的方式 我就可以获得计算和存储的能力 那么这就是阿里云它构建之初 希望实现的一个目标 我们来看看阿里云在2016年的一些最新的数据 那么我们在2016年呢 其实它在第一个季度的时候呢 已经达到了一个最快的增长速度 也就是175%的一个增长速度 那么在2016年3月底呢 就是阿里云已经有超过50万的这种付费用户 在一年中翻了一番 那么在整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市场占比呢 占到30%以上 是中国云服务提供商排在第一的一个云服务公司 那么在2016年的第一个季度 阿里云就成功的发布了22个新产品 包括呢612项的新功能 其中光大数据的产品呢 就有12项新产品 截止到2016年7月1日呢 阿里集团的市值为2028亿美元的 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阿里云的估值已经占到整个阿里集团的20% 也就是可以看到阿里云整个 它所属的这个产业和它所做的事情 在整个这个阿里集团内也是一个属于快速增长的一个通道中 那么阿里云它提供服务是怎么样提供给我们的客户呢 我们会发现其实阿里云的服务 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阿里云的客户而生的 实际上它是对阿里巴巴整个集团内其他的BO的这个服务 提供了非常基础的基础设施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经常大家都会使用到的支付宝啊 天猫啊 淘宝啊 包括我们现在的物流菜鸟啊等等 它最底层的基础设施都是基于阿里云去构建的 那么也就是说阿里云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为我的客户来使用 而是我自己也在使用 自己不同的BO的这种服务都是基于阿里云在构建的 那么每年我相信在听课的同学们都会有在双十一购买的时候的一个经历 对吧 那么大家在双十一买买买剁手的时候呢 其实为什么会感受到那么流畅呢 就是你想要买的东西你都可以立刻马上买得到 而不需要等待 而不需要出现这种服务器拒绝访问等等这样的情况 那么其实是因为阿里云在后台默默的提供着这样的技术支持 也就是说因为有了阿里云 所以大家才能够在双十一的时候非常流畅的去选购自己想要的商品 那么阿里云这么强大 那它怎么去构建起来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基础设施呢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不仅具备有规模最大的集群 什么叫规模最大的集群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的国内 从杭州 青岛 北京 深圳 香港 上海 这六个大的区域里头都有这种可以选购的服务器的这个地点 那我们称它为region 地域 那在这些地域呢 大家都可以选购到自己的服务器和计算能力 第二呢我们在海外的这个美国和美国的硅谷 然后呢在新加坡都有了这个服务节点 也就是说你的服务如果是在海外的话 那么也可以迅速的购买到服务器 然后上线 也就是说在全世界各个范围内 我们其实都在都已经构建了这个主要的这个服务的节点 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实际上阿里云近期也是在德国 在日本 在迪拜等等这些区域呢 正在筹建新的这种集群节点 那么在今年的年底呢 预计我们也会正式上线 也就是说阿里云正在构建一个全球版图的一个大规模的集群 我们的客户呢可以在几分钟之内 就快速的在全球各个节点上拥有自己的服务器 而第二呢就是多云营商的BTP介入 那么我们的用户无论是在哪里 然后我们中国比如说有三大运营商对吧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宽带接入提供商 那么无论你的客户是从哪里接入网络的 那么他都可以最快速的到达你的服务器 因为阿里云的每一个数据中心 其实他都实现了多线BTP介入 也就是你从每一个宽带网络进入去 你的用户从哪个宽带的这个服务商的网络接入 那么他都会直达到他自己的服务器 而不需要跨越到另一个运营商的网络再到达 这样子保证你的客户能够快速的到达你的服务节点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拥有最优质的CDN网络 那么在全国我们有500多个节点 然后在海外呢有30多个节点 总带宽数已经达到了8个TB以上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叫CDN呢 CDN其实它更多的是将你的内容分布到 更多的这种末端节点上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淘宝啊 就是你在用淘宝的时候 你会发现无论你在国内的哪个城市 那你去购买东西的时候 你都不会又感受到 你这个服务可能在某些地方会快一点 某些地方会慢一点 那么大体你感受到的就是这个服务的速度 响应速度是非常平均的 那么这其实就是因为CDN网络在支持你 无论你在哪里访问你的服务 你都会最就近的接触离你最近的服务节点 那这500多个节点 其实就是用来实现这部分功能的 那么阿里云的这个CDN服务呢 它其实是跟我们的淘宝 是共享同样一张CDN网络的 所以你在淘宝上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实际上呢 你如果开通了 在阿里云上开通了CDN服务之后呢 你会享受同样质量的这个CDN网络 那甚至我们现在在海外也具备了这样一些CDN节点 来保证你的服务在全球的各个末端节点上 能够最快速的到达 而这个这张网在不断的扩大之中 所以对于用户来讲 你是更加多块好省的得到了更优质的服务器的介入 然后更优质的这种宽带的介入 以及更快速的到达你的这个服务节点的这种CDN的网络 所以阿里云最底层的这些技术设施 能够保证用户 我们阿里云的用户的这个服务 能够以最快速的方式被用户 被你自己的用户访问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阿里云整个这个客户生态 它其实现在已经服务于100多万的这样的客户 那么它这生态是怎么构建起来的呢 底层呢就是我们阿里云现在能够在 阿里云.com官网上能够买到的服务 那么通过上层的一层open API的封装 那么我们将所有的服务都开放化的提供出去 那从这条线的左侧呢 其实我们有阿里云 我们有万网的建站服务 为中小企业的这个网络的 就是你的站点的构建呢 可以提供一些快速的这种建站的服务 第二部分呢就是与一些互联网的创业公司 他们会基于阿里云的这个open API 去构建一些新的工具啊 包括一些新的这个PaaS的应用啊 包括一些镜像啊等等 那么在这里头呢 我们的客户可以通过购买这些互联网创业公司 构建的一些更为贴近应用的一些服务来 来快速构建属于你自己的应用 第三部分呢 我们还有SaaS的服务市场 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 传统的一些行业的软件啊 包括一些需要你开发中使用的一些 服务的软件包啊等等 都可以以这种SaaS的方式获得 那么在这一部分 对于个人的开发者 以及我们的中小企业的客户 他能够基于阿里云的这个底层的产品 以及我们这样上层构建的 这些各种各样的应用服务 能够快速构建属于自己的这种应用 然后对于大型的企业 或者中型中大型的一些企业呢 他们更多的是专注于 他们自己行业的业务 那么他可能不会直接的自己 去构建自己的这种应用 或者去开发 那么他就需要一些 第三方的这种系统继承商 那么结合一些行业软件的开发商 来共同基于阿里云的产品 针对不同的比如电商啊 金融啊 政务啊 这些打包出一些 这种针对于行业的解决方案 然后呢 对于这些客户呢 这一部分的服务呢 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 那么他通过得到这种行业的解决方案 通过我们计程商提供的服务出去 然后能够得到属于他自己 专注的这个行业的定制方案 那么这样一个生态呢 就能够满足我们的 小型的个人的开发者 还有小型的一些企业 以及我们的中型大型的行业的 企业的解决方案 整个构建了属于阿里云的一个生态 那么他透透都是基于 阿里云的基础服务 通过OpenAPI的方式 能够透透掌控自己 已经获得的资源 并且在这开放的这个能力下 开发属于自己行业 比较专注的能力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构建属于 一个阿里云开放的 并且是各方合作共赢的 这样一个生态 那么我们来看完阿里云 整个的这个服务和生态 以及阿里云介绍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阿里云 这个上云培训认证体系 那么阿里云现在向外提供的 有两大类认证呢 一部分是专业的认证 一部分是职业的认证 那么现在主要推向市场的 已经有我们的ACF和ACP的 这个基础认证和专业认证 那么在ACF呢 我们推出了一项专业的基础认证 主要面向我们这些 从业的基础的人员 需要了解阿里云 要具备基础能力 那么ACF的这个专业认证呢 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 弹性计算 大数据以及企业集中间 建三个方向的专业认证 那么我们就是我们的同学 需要有相关的这种需求呢 可以去阿里云的这个 相关的这种培训课程学习 并且报考我们的考试 来获得相关的认证 来证明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 第二大类呢 是我们的职业认证 我们面向我们的产品专家 架构师以及运维工程师呢 会有高级认证和大师级认证 这些认证呢 即将推出市场 也请大家关注吧 那么为什么要考阿里云 技术认证呢 就是无论对于企业 还是对于个人来讲 那通过这种技术认证之后呢 一方面是对自己能力的认可 并且通过这个 考技术认证的这个过程呢 你可以发现自己的技术短板 并且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 来实现呢 就是你自己整体技术能力的提升 和公司技术能力的一个提升 那同时呢 阿里云也有配套的 这种课程的介绍 包括我们ACF ACP ACA和ACM 其实我们已经构建了 一整套这样的课程体系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 关注这方面的课程 本集的内容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